現在是下午的4點36分 有一個人下車去買雞排 就留我一個人在車上 他去買雞排 這讓人可惡 他來到一個很神秘的地方 在巷子裡買雞排 拍給大家看 在一個很神秘的巷子 我一群人在這裡 來了來了 買雞排的男子來了 這也很好耶 超好的 是雞排還是雞 我買了一份雞排一份雞塊 總共110 1分55 可是蠻大份的耶 聲音超好的 那你來看一下 用貨車的耶 用貨車才買的而已 不方便透露啦 有粉飾到可以在地下裡 好吃嗎 好吃 可是不是因為這個雞排好吃 我才笑那麼開心 那你笑什麼 今天有兩件 欸 擋住我了 走開 今天有兩件很開心的事情 什麼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 WD 寄了一個40TB的NAS給我 超大 等一下要開箱 等我們回公司又開箱 超級大 40TB的NAS 嗯 對 就是那個 對 我今天要把它開箱 所以心情很好 40TB有多大啊 到底多大 40TB 啊 好辣喔 這會辣 你有加辣 你有加辣 我只要加一點點而已 哦 40TB就是4TB的5倍 夠大吧 超大的吧 哦 我數學還可以 嗯 然後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Final Cup 怎麼劫影片 我比較想要看你分享 第五人歌怎麼玩 呵呵 你真的有點營養好不好 算了 第五人歌其實蠻好玩 都會很愛玩 我最近有一個想法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剪影片這件事情啊 就好像我們以前在用Word 打Word一樣 以前剛開始學Word那個年代 是不是覺得Word好像 是一個要學的東西 對 可是的話你不覺得說 Word就是你變成是你 一定要會的東西 一定要會的 那我現在是覺得啦 剪影片這件事情啊 在這個世代來講 用影片是最快去傳達你的想法 你的思維 你的觀念 所以你一定要會 它變成是一個必備的工具啦 然後我覺得今天影片 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這麼難 就是你以前可能會用Word打情書 呵呵呵 可是你現在可能要 趕緊用影片傳點 對對對 你也已經想要重點對不對 就是大概會有這樣的概念 現在以前 以前可能說 喔我要寫一封信給某個人 對 現在你可能會變成說 喔我要做一個小短片給某個人 對 你知道為什麼WD 寄這麼大音疊給我嗎 因為他知道你有很多AP要放 哈哈哈哈 不是啦 它這一顆納紙只是通人 比較專業的 我等一下再回辦公室開箱給各位看 最主要我是跟他講啊 我想把所有的原始檔都留下來 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哪一種原始檔 我上個禮拜看了Casey的一段話 然後讓我有這種想法 就是這段話 20TB 20TB 24TB 然後這個就是60TB 我不會把所有的原始檔留下來 我不會把所有的原始檔留下來 之後我就決定了 要把所有的原始檔留下來 我真的好久沒有這麼開心了 因為這個東西對我來講非常的實用 我已經好想要做這件事情好久了 我以前啊一直沒有留原始檔的習慣 我最近休憩的時候才發現 我有好多東西都找不到 我就真的非常懶惱 有了他之後啊 我覺得我這兩年 至少兩年 不用再煩惱硬碟的問題 原始檔就通通放在裡面 而且啊我還可以做RAID 真的是太開心了 我現在已經快40歲了 我覺得我的人生應該活到60幾 還是70就夠了 換句話說啦 再活30年 再買15台就夠了 不過啊 我中了10年應該不會拍影片吧 已經這麼老了 先開箱 保護得非常的好耶 保護得非常的好耶 哇我的天啊 這台是MyCloud Pro Series 它的型號是PRC100 有四顆硬碟的 哇 一打開它就有一個 Meet your provide cloud 這個就是駕駛有緣的概念 超貼心的 把它拿出來了 哇嗚 哇嗚 這是本體 看一下它的外表 哇嗚 哇嗚 比如第一的產品 一台是之前開箱過的 MyCloud Home Do 還有現在開箱的 PR4100 MyCloud Home Do 它是屬於比較簡單的 雲端系統 那PR4100呢 相對就是專業的多了 這兩台設備呢 目前我都放在我的工作室 當然如果我在工作室工作 我就是用區網連接 這樣的速度是最快的 不過我回到家呢 它有電腦版的介面可以使用 所以透過瀏覽器 也可以輕鬆的拿到檔案 還有時候呢 就是出門在外 有時候忽然需要一些檔案呢 用手機的APP 也可以輕鬆連接到這兩台機器 老實講啦 這兩台比較下來 MyCloud Home 它的等級是真的比較高 而且它針對網路上 使用權限更有保護 設定上也更為精緻 它還打載Intel的CPU 所以效能非常的好 可以透過CPU 做即時的轉檔 雖然這一點 我還沒用到 也許以後我會用到吧 真的很強大 接著啊 我來分享一下 我平常啊 都怎麼做剪輯的 我的習慣啊 是用SSD的硬碟 這個Sandis的SSD啊 其實它體積很小 我就不用把它Mac帶來帶去 我只要把硬碟帶回家 就可以剪輯 那我最常使用剪輯的軟體 就是Final Card Pro 就是這一個 我現在把Final Card Pro打開 Final Card Pro啊 真的其實非常的簡單 我第一套接觸的剪輯軟體 是iMovie 然後那時候就聽說 其實Final Card Pro跟iMovie啊 都很簡單 所以我就去花了七八千塊左右 欸我覺得很划算 一套軟體 這個用個二三十年什麼的 其實非常划算 Final Card Pro啊 第一個動作就是 你必須要新增一個Library 就是有個檔案歸檔的那種概念啊 就好像一個書櫃 然後你裡面要放很多檔案的那種概念 我的習慣 第一個是會先把日期打好 比如說今天是2018年的 十月 然後再打上今天大致上做了什麼 打上今天是剪片教學好了 第二個動作呢就是輸入媒體 就是你已經把書櫃弄好了 接著呢就要把書放進去的那種概念 我先輸入啊 目前我記憶卡裡面的東西 我這記憶卡裡面有很多檔案 假設我把這上面這十個都選起來 接著我就可以輸入 接著呢我就要創造屬於自己的專案 所謂的專案是什麼概念呢 從這麼多書裡面挑你自己要的 所以啊我會在這個書櫃裡面 先製作一個專案 快捷鍵就是comment加new 到這裡我的習慣還是會打上十月二號 那比如說我現在這部片的影片叫做老婆突襲好了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Library的最上面這裡啊 就出現了老婆突襲這個專案 同時你的時間軸也會跑在下面 Finalcraft Pro讓我最喜歡的地方就是它預覽啦 你看你只要把油標放在上面 你就可以預覽你要的東西 comment加減把比例稍微放小一點 這邊啊就是出現一段一段的影片 各位有沒有看到很多段很多段 那假設 欸我發現這一段裡面有我要的 你就在這一段的開頭按個i 其實在這一段你要的尾巴按個o結尾 然後把它拉進時間軸裡面 按空白鍵就可以預覽 你剛才把什麼放進這個專案 就是我們來看看你到底有多少合作 我多少合作沒有其餘案是照的 那比如說這段畫之中啊 到這個時間點後面的影片我都不要呢 我的習慣就是按一個b 按一個b最主要就是把油標工具呢 變成一個刀子切片的概念 然後把它剪掉 然後我會再按a選取我後面不要的 然後接著就按delete 這樣我就把後面的通通都刪掉了 接著啊我可能想要放這一段影片 那我用同樣的方式按個i 然後在結尾部分也按一個o 然後把它拉進來 它就會接到我剛才拉進來的那一段 其實剪片的原理大致上就這樣 所以它整個構造整個這個方式真的是 我覺得已經沒有比這更簡單的事情 比如說好第一段我們剛才剪第一段 從這裡到這裡不要 我比較簡單的做法一樣啦 就是用按個b把這兩個時間點 先做一個刪除的動作 可是如果我發現我刪太多呢 我就會把油標移到下一個影片的左邊 然後做拖拉的動作 它就可以恢復 相信我做的這些動作你也會 那你就可以把這麼長一天的錄影 縮成一個非常小的部分 這樣很多人會問我一些配樂問題啦 我非常鼓勵大家用youtube的後台 這邊有個創作者工具箱 裡面有很多音樂 這邊是不用付費 你都可以盈利 那對於初期的創作者來講 其實就是不用負擔另外的費用 那假設我喜歡這首歌好了 然後我把它download 然後接著我在資料夾把這一個音樂打開 再把這個音樂拖在這個時間軸的下面 就是我們來看看你到底有多少 音樂就進去了 那這樣的背景有點太大 要把這個聲音的大小聲調小一點 就是這樣子往下移一點 往下移一點 通常會調到18到20之間 好 這樣子可能就差不多 我們來看看你到底有多少聲 沒有時間 把後面不要的音樂刪掉 然後你想讓最後變小聲 你就把油標移到最後面 我先用comment的加加號 然後 當你的油標移到這聲音的最後一個點的時候 會有個左箭頭跟右箭頭 那你只要往左邊拉一點 它的聲音就會漸漸變小聲 接著最後一個動作就是輸出在右上方 那Final Cup的輸出主要我會用到的是兩個 第一個是第二行的Master Fire 就是看你要輸出什麼格式在這邊都可以選擇 那再來也許我就是會直接上傳到YouTube 像YouTube這個選項 輸出之後你有一個最簡單 大家可以保留原始檔還有你修片的一些記錄的方法就是 你剛才不是有新增一個Library 只要把Library整個移到這裡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剛才製造的這個剪片教學Library 然後我們可以按右鍵 顯示套件內容 然後你會發現裡面有個標日期的2018 10月2號 在裡面有個原始影像的資料夾 點進去 這邊就是我剛才輸入的原始檔都在這 把這個影片教學的拖到WD的這個裡面 它就會備份了 所以啊一切備份就會變得很簡單 不過前提啦就是硬碟要夠大 這是我大致上的一些的流程 當然這樣子做啦 並不能剪出非常非常炫 非常非常好的影片 它還牽涉前面啊 可能還有拍攝技巧 音樂的節拍之類 怎麼去做配合 不過基本上 你會這樣子 你就可以剪出一個很日常的影片 就好像現在幾乎每個人都會打我的 可是 不見得 每個人都打得非常漂亮 有些人啊很會插一些圖表啊 或很會用一些插件啊 它會把整篇文章弄得很漂亮 有些人可能就是只會打字 不過回歸最原始最重要的 絕對不是那些圖表要弄得多漂亮 那只是輔助 還是會回歸這篇文章到底打得好不好 這就跟做影片一樣 其實最重要還是你的內容 你的創意 最後還是非常謝謝WD贊助我這一個 PR410040TP的 讓我完成我心中一個小夢想啊 就是所有的原始檔都做一個保留 可是我明年可能這顆就用完了 不要忘記再提供給我新的喔 不過它真的非常方便啦 因為它的雲端幾乎不太用動腦筋 我跟欣燕差伊林啊 彼此啊在傳檔啊 如果兩個是分開兩地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要靠自己的雲 或者是靠NAS來傳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影像創作者 真的有必要找一台好一點的NAS 今天影片已經結束了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我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下午5點準時發布影片 我們明天見 掰掰 weave 朋友 在內心時發布 3個月 3個月